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Coco.com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 Coco早餐节目 Coco.com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Take Orange Bus Orange的 执行长 沈贝宜小姐 好贝宜 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题目 可是精彩咯 对很有趣 这在这个礼拜呢 在我们Take Orange上面 其实引起了这个 整个科技圈里面 非常多的讨论跟回向 是 好 我们今天要聊这个主题啊 是Facebook 他在教AI谈判 AI人工智慧这个主题 其实在今年度 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的一个主题 其实我们光是我啊 玉宁啊 我们其实都谈过好多次 跟AI有关的主题 对 像今年度其实当然 本来就有很多 大家受重视的话题 比如说Fintech啊 物联网啊 工业4.0等等 那AI一直是一个 很受大家瞩目 为什么呢 因为AI这个主题 大家其实对于它的发展 是既期待又 怕受伤害 大家带有 AI人就要受威胁 大家就觉得说 人工智慧发展得很好 有可能会 透过它的自我学习 能够带给人类的生活 有很多的便利 甚至很多的突破 但是另一方面 大家人类其实是非常恐慌 怕说 如果人工智慧 会不会有一天 真的超越了 人类的智慧 那这时候会不会失控 那大家就会联想到 很多电影里面的情节 那这个礼拜呢 就是因为 Facebook他们做了一件事情 结果引起了大家 非常广泛的讨论 好就是Facebook呢 他在 人工智慧的领域 一直是戏骨里面 一个非常大的投资者 他们花了很多的 优秀的人才跟经费去做实验 那他们做了一个实验呢 是他教AI谈判 那过往大家对于AI的一个印象 可能就是比如说夏维奇 维奇它是在一个 就是有一个固定的范畴里面 它就是有固定的隔线 虽然它有 它的变化非常高 可它还是在一个固定的隔线里面 那Facebook它这一次的实验呢 它是希望能够教AI谈判 那这个谈判呢 的设计其实一开始是很简单的 它就是说 它让AI的机器人跟人 来做一个谈判 譬如说它给你一个条件 就是我们总共有两本书 一个球 三颗球跟一个帽子 这是我们拥有的东西 那我们两个在谈判 比如说我最想要的是球 你最想要的是帽子 可是我们两个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取得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这是它原本实验的一个设计 那这里面当然有很多有趣的发现 那这个新闻是怎么热起来呢 就是大家发现 这个有两个AI机器人 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竟然发明了人类所不能够理解的新语言 这件事情就引起了大家 非常极大的讨论与恐慌 这个新语言是怎么回事 大家其实有把它的这个英文的对话 秀出来 其实这两个AI机器人的聊天 还是在讲英文 它用的是英文字 可是呢这个英文字竟然 人类是看不懂的 譬如说 它有一句话叫做 I can I I everything else 就这句话它是不符合 原本英文的文法 虽然他们对话的内容很简单 可是当我们发现 两个AI机器人 用人类没有办法理解的新语言 在对话的时候 人类就很紧张了 就会有很多所谓的这种 恐慌派的说法出来 他就说 那如果今天两个AI机器人 可以用人类不懂的话 在对话的话 他们会不会去密谋一些 比如说 对办人类 对办人类啊 密谋一个战争或密谋什么 可是我们人类无法掌控 但他就说 我知道 这时候网路上就有很多说法了 就有人说 我知道这天可能会发生 可是没想到这么早就发生了 那我们人类该怎么办呢 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个新闻说 Facebook当他发现失控了 所以他们就提前把这个插头扒掉 把这个实验关闭 那就是因为这个事件 引起了整个圈子内 非常大的风波讨论 尤其在 这个新闻是在 8月1号还是8月2号发生的 那在前一天呢 Facebook的创办人 才跟那个Tesla的创办人 两个人在社群网站上面隔空叫站 就是Facebook创办人那个Mark 他觉得人工智慧是一个 非常有发展潜力的 而且呢 他的聪明才智是超乎大家的想象 非常值得发展 那另一方面Tesla的创办人 那个Alan Musk 他是词非常保留 而且非常提出警告的 他告诉大家说 小心人工智慧的发展会失控 我们必须要管理监控他 怪不得 那前一天 他们两个才这样隔空交战 结果隔天就传出新闻说 Facebook他在教AI谈判 结果发明了人类不懂的新语业 所以他们要关闭这个实验 大家就说 那Mark你不是自己自打嘴巴吗 结果这个新闻有趣的就是 在一天之内呢 这个新闻就被推翻了 大家就说 其实人类都想太多了 AI还没有这么聪明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两个AI机器人并没有发明出 人类不能够理解的新语言 是怎样呢 是断电啊 他们是 他们是在这样 他是说 其实是因为这个 城市在设计的这个人员呢 他们在给指令的时候 忘记提醒这些机器人说 你必须要用英文 而且合乎英文文法的方式来做沟通 哦 事先没有设定 所以他们就用了文法以外的沟通方式 对 所以还是人操纵的啊 对 所以这个新闻为什么这么有趣 怎么好笑呢 就会变成笑话一场 这个新闻 当然它光就本 就是这个新闻本身而看 好像是说 大家误会了 其实没有这么紧张 但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探讨 我先讲这个误会怎么发生的 就是因为 其实AI呢 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你必须要给它很多的指令 因为它毕竟是电脑在计算嘛 所以 譬如说我们刚刚讲这个谈判的游戏 它是说 总共有两本书 一个帽子跟三个球 所以你要给它一些运算的指令 好比说 我会告诉你这个AI机器人说 你今天最想要的是两颗球 这是你最想要得到的 然后你可以透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去做运算 它在它的运算过程中 它会去设想很多沟通的方式 那它会去算出说 我今天可以 我可以讲A 我可以讲B 我可以讲C 那如果我说了A的话 对方可能会回应什么 所以 它会去杀盘 推演出各种可能性 然后找出一个 它觉得最好的说法 所以这时候 我们必须要先给它很多前提的指令 譬如说 你说了什么话 你可能的分数会比较高 所以透过这样 它可以去做计算 因为它毕竟是要计算的 但当初 它们在给这些参数的时候呢 它只告诉它们说 你要用英文来沟通 但是它没有跟它说 你要用英文的文法来做沟通 所以对它而言 它今天有没有用英文文法 其实对于它的分数本身是不会比较高 对 所以它在沟通的时候 它就不会 因为它是透过这个指令去做前提假设跟学习的 但我们没有给它这个前提假设的时候 它就讲出了很多英文单字 但不合乎文法 譬如说他们的聊天过程当中 它可能会讲一句话 它就会说 比如说它 我找一句话来当范例 比如说它说了 这句话好好玩 什么 Bows have a bow to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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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中文就是说 求对我对我对我要求求求求求 那它们事后去分析说 其实它这样讲 重复了很多字 其实它只是要强调说 它很想要这颗球 但是因为这个过程呢 当它讲了很多这种不符合文法 大家就很紧张 以为说 AI是不是发展出了一个 我们人类看不懂的语言 而且因为它是让两个AI机器人对话 他们彼此可以懂彼此的意思 其实不是 其实是因为我们在给它指令的时候 没有给它 你必须要用英文的文法的这个指令 好 那这个案例的结论是 本来我们不是说人工智慧 就是希望他自己变成更聪明吗 他可以自我学习 当他有发展的这个机会 变更聪明的时候 那人紧张什么呢 我们进一段广告好不好 就是说这个 在电影里面可能就会出现说 你制造了或是发明了好的人工智慧 可能 以后机器人就把人类给打败了 这是电影情节 那可能在人世间出现吗 好 我们立刻回来了 各位 这个关于人工智慧 关于物联网 关于工业4.0 或是其他的所有的这个Fintech 这些相关的议题 这个无人车 无人机 我们在Coke.com里面都跟大家谈过 那这个 Bus Orange Tech Orange 做了一个connect to change 所以你们将来会有一个懒人包出来吗 就是你们那天的论坛的内容 上里面玉琳有帮我们做了一个解释 对 好 你立刻回来咯 不过我们每天讨论这么多 你不觉得我们政府政策 好像还落在后面 真的 好 我们是孤独的 我们政府是像我们一点到三点 关冷气的 好 可能也是输入错了 放 从事了吧 再回来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 刚才提到了 这个 AI已经失控了吗 AI是不是会说谎 而且会自己发明新的语言 刚才这个 从这个 最新的这个讨论当中 Bus Orange Tech Orange 我觉得执行长沈贝仪小姐告诉大家 原来还是输入城市的人 他忘了给他指令 那结果那这个发现 就发 这个会让我们这个警务到 其实 AI还是控制在人脑当中啊 目前 这个论调真的很有趣 我再回头来讲 刚刚我们提到说 这个钢铁人跟马克两个人的 在社交网络上面的对战 这两个人 一个是Facebook的创办人 一个是Tesla的创办人 他们两个都是当今 大家认为的科技奇才 这两个都是决定聪明的人 但他们对于人工智慧的发展 有不同的见解 然后在这个礼拜 他们两个自在自己的社群网站上面 发声 这时候呢 这个Facebook的创办人 他就说 他认为人工智慧的发展呢 真的是他觉得非常的有趣的 而且他去对了这个 Tesla的创办人 他提出了一个批评 他说有些人老爱 对人工智慧唱反调 这些人很不负责任 Ellen Musk 对 他在骂他 为什么他会这样骂他呢 因为这个Ellen Musk 他一直在提醒大家 他说 人工智慧 如果机器变得这么聪明 人类的角色可能会变得跟宠物一样 他是这样 也蛮好的啊 我想做宠物 他就讲 他说 因为呢 如果你能够创造出一个各方面都超出 我们人类的一个超级智慧 这是很可怕的 他说第一个要点 必须这个智慧得要是善良的 就是他如果不是善良的 他可能就会 邪恶的去做很多 超出你想象的事情 譬如说他警告 他说 这个智慧机器可能会发动战争 或是当街杀人 好 那他也说 即使他是善良的 这个超智能的人工智慧 他会远远超越人类 所以呢 到时候人类就像是家猫一般 他就说 我可不想要当一只家猫 就是人类会变得像宠物一样 那他就不断提出了这个 甚至大家讲说是一个末日的情境 他为什么会对AI有这样的攻击 他是想要化中取中 还是说他的事业里面 跟AI是有关系 可是他是无人车 Tesla最后还是变成 自动驾驶的无人车啊 对 所以呢 透姐你刚刚提到的 的确就是网路上很多人在讨论 网路上有人是想说 因为这个 为什么大家说他是钢铁人 因为他真的绝顶聪明 然后他市下的企业 除了Tesla之外 他还有在做那个SpaceX 是在讨论 火箭可以上太空 然后其实他旗下还有很多不同的 不同领域的公司 从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不断的创立各式各样的公司 那当他提出这个警讯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 因为他绝顶聪明 所以他一定看到了我们没有想到没有看到的 然后所以他提出说你应该要必须要有些法令去做监管控制等等 但当然也有另外一派的人是说 他今天本来就是一个很受到媒体瞩目的人 常常发言出言不逊 所以这种说法呢 也可能只是他为了要博取媒体版面 华众取种的一种说法 所以像那个Facebook创办人Mark 他就是类似的说法 他就讲说 我认为那些反对人工智慧 并且鼓吹这种末日情境的人 他觉得他很不负责任 因为他对于人工智慧的发展 他是非常乐观看好的 他觉得这是他感到非常的正面 那这个论调就引起大家很热烈的讨论 因为这两个绝顶聪明的人 对于AI却是不同的论调 那我们可以回头来看到 就是说到底Facebook这一次的这个实验 虽然我们刚刚最后发现 这个所谓发明人类型语言是误会一场 可是这次的实验呢 本身还是有很多很有趣的发展 好比说过往大家讲说 我教AI下棋 这是大家比较可以想象的 因为棋的路数是可以被算出来的 它的数量是有限的 但他这次呢 Facebook是教他谈判 谈判的意思是说 他给他一些指令 好比说今天我们两个 他是机器人对机器人谈判 有机器人对人的谈判吗 有 对 他先给他一个很简单的情境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他给他两本书 一个帽子三颗球 然后我们两个人在对谈的时候呢 我们两个想要的东西不一样 比如你想要的是帽子 我想要的是球 但是我们不知道对方想要什么 谈判通常就是这样子嘛 我可能我会猜测 我在跟你谈话的过程当中 我会我希望能够问出来 你最想要什么 我要问出你的底牌 这就是所谓的谈判 所以谈判的前提是 我们不知道对方想要什么 然后但是我们可能一定得要谈出个结果 那这个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让这个AI机器人先跟人来对话 他可以先从跟人的对话当中去学习 一些你会讲什么话 谈判的技巧等等 那除了跟人对话之外 他也让两台AI机器人自己对话 去做学习成长 那就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结果 比如说人类在谈判的时候 他这个实验有设定一个前提 就是你必须要在十次以内谈出结果 如果你在对话十次以上的话 这个就算失败了 我们很多人类谈判也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看一些政治领域上的 比如说两国领袖 他可能必须要在一定的时间内 或者在几次的会谈当中 要做出结果 所以这个实验呢 就模拟了一个这样的场景 结果他发现 AI对AI 就两个机器人对话的时候 然后跟人对话的时候 情境是不一样的 人呢毕竟比较有多的情绪 所以有时候人会讨论讨论之后呢 就不开心 就决定说 好 我决定破局了 我并不希望 我并没有要达成一个所谓的 对于我们双方最好的结果 今天我可以因为 好 不爽 不爽 我就决定说 我要把这个谈判破局 对 可是AI不太会做这件事情 AI的两个机器人 他会尽可能的在这个 有限的范围里面 达到双方的利益最大化 所以这就是 他在这个实验里面 发现了一个不同 但是他也发现了 AI今天为了要达到 这个谈判的结果最好 他会开始学会说谎 什么叫做说谎 因为比如说我会先假装 我愿意让步 可是其实他只是 先透过妥协的方式 来问出对方的底派 我假装说我今天愿意配合你 所以你就会告诉我说 那不然好了 这样子也好 这叫说谎吗 这是谈判技巧吗 对 但是谈判技巧的另一方面 就是说谎 因为他讲的不是事实 因为过往大家对于机器 电脑的认知 就是他永远是对的 比如说他的运算 比如说大家讲计算机 计算机运算出来是正确的 但他今天可能会为了一个 特定的目的而暂时说谎 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这就发现 原来这个AI人工智慧 他可以学会为了达到 这个谈判的最终目的 他在过程当中 学会了一些这种沟通的技巧 暂时的说谎 妥协 去问出他想要的结果 这其实就是过往大家 在发明这种机器的时候 没有想过的一种可能 所以呢 在这个里面 大家就有很多有趣的发现 但是当然这个实验里面 也发现了其实人类的存在呢 就为了这些理论 存在了很多极大的变数 因为人有情绪 AI机器人他本身 目前我们看起来 还是没有情绪的 那从这个案内 当我们只剩40秒 就是说那以后的人 在谈判里面 AI会不会变成 他一个最佳助理的呀 对啊 这就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人类今天在谈判的时候 我们在虽然有很多智库 大家想说 大家一起发挥想象 去揣测对方的各种可能 那如果今天AI也学会谈判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种 大量的可能性 这些参数都输入到AI里面 让他帮我算出最多的可能性 然后我就按照那个结果去谈判 或者是我至少可以参考 他帮我算出来的结果 结果他临时 他还可以给你一些提示 反正以后我们要带一个人出门 那时候带的是AI就是了 是不是 对 好精彩 谢谢 谢谢 我是沛 谢谢